小禮定有一位75岁的特基老大人 最近发现得到大档架 观念观的国电主线会 承设这件事了好 除了将这位特基的老大人 赞予治疗 今天国动观资港来 协助整理的处理 将环境整理和政策 希望这位特基的老大人 出院了好 会有一个好的环境 来调用身体 福利观国电主线会 今天去董完资港人员 全东三里面 协助市委特基老大人 请你处来 因为这位老大人 比较时就没人照顾 现在又心想担心 福利主线会 经济提供协助 希望这位特基老大人 扎去回复健康 我们有一个阿嬷 七十几岁 因为独居 大肠癌 现在没有到治理 在里面 真的有垃圾 我们看到阿嬷 发病 身体又不好 又没有灵力 来整理他的家 所以我们就 同样资港 来来清掃 他所有的环境 批用这个环境 对他身体有帮助 这是我们福利主线会 对独居妈妈的一份关怀 今天集团中有十多位资港 来协助青年 集团有三位少年人 特别人真 这三位家庭子 洗澡的时候 也都靠福利主线会 帮助过日 如今中台生人 只要福利有需要的资争 他们就会来到三天 因为我们从小就收到福田十三会的帮忙 然后现在长大之后 才会就想说要来回馈造福社会这样子 就想说如果福田十三会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我们都尽量会帮忙 福田十三会 新立北总统 是希望大家发挥出兵的关怀 对地方有需要帮助的人 尽量提供协助 因为出兵的协助力量最大 我觉得我们的社会 需要邻里之间 和上帮忙 我们出兵结婚 好到外面的我们最清楚 我们可以原理新出 我们的温暖的手 给他据一下 他就可以躲过难关 不用说大事 就一定要靠政府 靠政府 有时候返不济迹 救急救我们 其实我们的协助力量最大 让每一个困难的人温暖 也是我们感觉做一个人 很有意义的事情 福田主席是一副地乘有爱心的人 大家出籍出类 在地乘书既然求助 帮助入社家庭 以及替特技老人整理环境 和主委会收顶顶的公益事业 记者 宜明委 草安博德